王婆就整古整怪拖著西門慶入房。 入房,王婆就對潘金蓮說:「娘子呀,她就是那位施主送醫料給我的官人。」 西門慶見到潘金蓮就走了個禮,潘金蓮立即放下東西,站起來橫禮,說一聲萬福。 王婆指著潘金蓮對西門慶說:「難得這位官人送些籌段給我,製了整年都未曾做。 現在又多得這位娘子親手幫我做,真是呀,好像織布機這麼好針線,又麥又好,真是難得的了。 大官人,你過來看看。」 西門慶拿起衣服來看看,盲嘆喝彩說:「這位娘子是誰學來這首這麼好的功夫啊? 真是神仙一樣的手勢啊。」 潘金蓮笑笑口說:「官人,不要取笑我啦。」 潘金蓮,請問這位是誰家的娘子啊? 潘金蓮笑口說:「大官人,你猜一下,小人怎麼猜得到呢?」 潘金蓮笑口說:「我告訴你,她是旁邊武大郎的娘子啊。 潘金蓮笑口說:「哦,前天那支丫叉打得不夠痛啊? 潘金蓮笑口說:「大官人那麼快就不記得了嗎?」 潘金蓮笑口說:「那天奴家偶然失手,官人不要記在心裡啊。」 潘金蓮笑口說:「這位大官人,一生和氣,從來都沒有記仇的,很好人啊。」 潘金蓮笑口說:「啊! 潘金蓮笑口說:「前天小人不認得,原來是武大郎的娘子啊? 武大郎是我認得,勤勤狠狠,忠忠直直,他在街上做了這麼久生意,大大小小,都未得罪過一個人,又會賺錢,性情就好,這樣的人真是難得呀!難得呀! 王婆又說,那不是,娘子嫁了這位大郎,凡事都是百依百隨的。 潘金蓮回答他, 岳父個人好無用呀,官人不好見笑呀! 這麼說就不對了,娘子,古人也說,柔軟是立身之本,剛強是野禍之胎。 像大郎那樣的人品,量量善善,這樣才穩陣呀! 王婆在一邊打行邊,說,一點都沒有錯,一點都沒有錯呀!官人! 西門慶誇掌了一陣,就坐在潘金蓮對面,王婆就問, 娘子,你知不知道這位官人是誰呀? 奴家不知道,這個大官人呀!是本縣一位財主來的,連支縣上公都跟他有來往的!他叫做西門大官人,他呀!萬萬貫家財,在縣衙門前面開了間藥財店。 好,他家裡的錢呀!多到壓垃樓,那些米就多到賺爆倉。 赤色的是金,白色的是銀,圓的是珍珠,方的是寶貝,又有西牛頭上的腳,又有大象口裡頭的牙。 那個王婆一尾這麼誇掌西門慶,說得口水花噴噴,潘金蓮呢,就倒下了頭,在縣衫。 西門慶看著潘金蓮,嘻嘻,善致貓入眼,忠意到他死了。 王婆就走去沖了兩杯茶來,一杯給西門慶,一杯給潘金蓮,她說,娘子呀!陪大官人喝杯茶啦! 喝完茶之後,就覺得他們有點眉目全程啦! 王婆看著西門慶,用隻手來摸下自己臉,西門慶一看,心明白王婆這個動作的意思啦! 殺開五隻手指,即是說,喂,有五分光啦! 這個時候王婆就說,大官人如果不來,我這個伯爺婆也不敢上門去請,今天呢,一則是有緣分,二則是來得對啦! 開港也有話啦!一客不凡二主啊!大官人是出錢的,這位娘子是出力的! 我都不客氣啦!難得這位娘子在此,官人呀,你就做個主人,替我請娘子喝一杯籌借一下啦! 西門慶就立刻說,你看,小人都沒想到,我這裏有銀在處,港元就拿些銀出來交給王婆,請她去買酒菜。 潘金蓮就說,哎呀,這麼不好的! 口是這麼說,知又不動身啦! 王婆拿了些銀就走了,潘金蓮還不起來走! 王婆要出門口啦!她說,請娘子陪大官人坐近吧! 潘金蓮就說,哎呀,契娘,這麼不好的! 知始終沒動身! 西門慶這個傢伙,那雙眼一未看著潘金蓮。 潘金蓮那雙眼,也是偷偷地瞄了一下西門慶。 見到她這一表人才,心已經有六七分意思啦! 瞄了兩眼,又倒下頭做針子啦! 沒多久,王婆買了東西回來了, 無非是那些肥我、熟肉、靚點心之類等等, 就用碟裝好,都擺一張桌子上。 王婆就說,娘子呀,快點收起針線衣服先來喝杯酒啦! 潘金蓮說,契娘,你和大官人喝啦!奴家不敢當! 咦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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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我知道娘子好喝得的,今天開懷喝多兩杯。 潘金蓮接了西門慶遞過來那杯酒,西門慶又拿起筷子來說:"乾娘,幫我夾些菜給娘子。 王婆當然是拍眼當,一你選好食的就夾給潘金蓮。 一年倒了三醇酒,王婆又去坐熱帝壺酒。 西門慶問潘金蓮說:" 請問娘子青春多少? 奴家虛度二十三歲。 哦,小人比娘子大五歲了。 官人是將天給地。 王婆插嘴說:"娘子好本事的,不僅做得一手好針子,豬子百家樣樣都精通的。 王婆插嘴說:"那真是去哪兒找呢? 武大郎真是有福墳了。 大官人,不是我在這裡說事說非。 王婆大官人家裡有這麼多人,哪兒有一個及得這位娘子呢? 武大郎真是一言難盡,總之是小人的命不好,總是拿不到個好的。 大官人,你先頭的娘子真是好的。 武大郎真是一言難盡,不要說了,如果我先妻在世,就不會搞到現在這麼家無主屋倒樹了。 現在,往外有六七口人吃飯,沒個頂用的。 聽到這話,潘金年就問西門慶了:"大官人啊,那大娘子去了世幾多年了?" 小人的先妻出身是很低微的,但是人就很聰明,很馬力的,事無大小都幫得小人。 她過了生已經三年了,家裡的事搞到七天八道,不是為何小人整天出來了,就是在親家裡就要撒起。 王婆說:"大官人,不要怪我伯爺婆直白說,你先頭的娘子,也沒有這位娘子這麼好的針子。 王婆說:"老實說,就是小人的先妻,也不及這位娘子這麼的人才。 王婆說:"大官人,你不是養了一個外宅從東街來嗎?為什麼不請我去喝杯茶?" 王婆說:"哦,就是唱小曲的張曉曉,我不是怎麼喜歡她。 王婆說:"大官人,那你和李嬌嬌很緣份。他就拿回家了,如果他會當家的,我早就扶正了他,知道他又不行。 王婆說:"大官人,如果有一位合大官人你心水的人,那你收不收得他回家呢?你怕不怕呢?" 王婆說:"我爹,我爹娘也寫了,家裡是我作主的,我喜歡的誰敢說不行?" 王婆說:"我發牙痕,說來玩而已,那你拿回家,哪會找到個人合大官人你心水呢?" 王婆說:"哎,為什麼會沒有呢?最壞就是我夫妻緣份博,撞不到。 王婆說:"那西門兄和王婆,你一言時我一語,傾了大論,句句話,無非是說給潘金蓮聽的。 王婆說:"哎,剛才喝得高興,沒了酒,大官人,別怪我貪杯,再去買一瓶回來,好不好?" 王婆說:"好啊,我條小手包著五兩幾歲銀,到房在你處,要喝就儘管去買,有多的,契娘你收起她就是了。 王婆多謝一聲,站起來,看一看潘金蓮。 王婆說:"嗯,一杯酒落肚,已經濕濕濕了。現在呢,聽見王婆說去買酒,只是低下頭,沒說要扯就更沒有動身。 王婆說:"我去買瓶酒回來,送娘子再喝一杯。娘子呀,老闆你招呼著大官人坐下。 王婆說:"湖裡還有沒有酒?有就再喝兩杯,和大官人喝吧。我現在去縣衙門前面那間店,買一瓶好酒回來,要去多久才能回來?" 王婆說:"潘金蓮的口就說:"不要去買了。那人呢,還是坐著,動都沒動。 那個老乾婆走出了房,順手掩盤到門,還用條繩子,把門綁得緊緊。 他自己呢,就在房門外面,坐著守著。 王婆說:"等王婆出了去,關門,西門兄就倒了杯酒來敬潘金蓮。 他故意用筒衣,就一吹,吹了張筷子落地。 那張筷子剛好跌正在潘金蓮的腳邊。西門兄馬上蹲著去撿筷子了。 只見潘金蓮的那張小腳,在筷子旁邊。西門兄那件事,就不去撿筷子。 他用手在潘金蓮的繡花鞋上捏了一下,潘金蓮插聲小子上來,說:"官人,你別這樣,你...你...你真的要勾搭我?" 西門兄一下跪下,說:"麻煩娘子,你答應小生。 那這兩個人就勾搭上,在胡天胡低。 過了一陣子,王婆突然推開房門進來,很生氣地說:"好呀,好呀,你們兩個人做得好事。 嚇得西門兄和潘金蓮一跳。 好呀,好呀,你,好呀,我請你來做衣服而已,沒有叫你來勾搭的。 如果讓武帶知道,一定連累我的。 不,不,不,我先出手了。 黃婆另轉身就走。 潘金蓮拔著黃婆說:"哎呀,乾娘,搖書我啦。 西門兄也說:"乾娘,小聲點啦。 黃婆笑著說:"如果想我搖書你們都行,不過都要聽我一件事。 潘金蓮說:"別說一件啦,就算是十件,我都聽你說的乾娘。 那,你從今天開始,要瞞著武帶,每天都不要失弱,不要辜負了大官人。 做得到的,我就算數是,如果你有一天不來,我就要替你武帶說的。 哦,我聽乾娘說就是了。 西門大官人,你那書就不用我說那麼多了,這十分好事已經功得圓滿了。 你答應我那件事,不要失信。 你如果負心,我也要跟武帶說的。 乾娘,放心,我沒說失信的。 嘻,這樣就真妥了,三個人坐下又喝了幾杯酒。 已經到了下午的時候,潘金蓮就站起來說:"武帶那個人就回來的了,奴家要先回去了。 她的後門回到家裡,脫下了一棟門簾,剛好武帶就進門口了。 那在這頭呢,皇婆就看著西門兄說:"怎樣啊? 老娘的手段耍瓜。 真是多得了乾娘啊? 我一回到家裡,趕快拿一頂銀來送給你。 答應過那件事,不敢說沒良心的,乾娘。 那我就一心等著好消息了。 千萬不要讓我看著鏡子都長了, 落得竹籃打水一場空。 放心啦,乾娘。 西門兄笑著就走人了。 那那個潘金蓮呢? 從此之後,每日都扔了過去皇婆家裡,和西門兄在賣鼠,真是如膠如漆的唐痴斗。 自古說:"好事不出門,惡事全千里。 不到半個月頭,街坊倫理,人人都知道這件醜事了,就是瞞著武大郎一個人不知道。 劃分兩頭。 現在講講遠城裡頭有個小孩子,今年十五六歲,姓喬的。 因為他是他爸爸在雲城縣當兵的時候生的,所以就改個名叫雲哥。 家裡就只有爸爸在那裡,父子兩人相依為命。 這個小孩子就生得幾乎乖醒目的,平時就靠在酒店裡賣的應時水果賺錢到日。 那天,周時也得到西門兄幫襯,找回使用。 那天,他找到一男雪梨,就玩著周邊這麼到處找西門兄,真是有個人正是口多多,好管閒事。 他見到雲哥就說:"喂,弟弟,來,來,來,你想找到他吧。 喏,我教你去一個地方找啊。 雲哥就說:"真是麻煩你了,叔叔,讓我去找到他。 賺回四五十個錢來養爹也好呢? 說你聽的,小孩, 細門慶現在索了賣燒餅那個母帶的老婆, 天天都在紫石街王婆那家茶坊坐, 現在這個時候多數在這兒了, 你是個小孩,儘管撞進去也不怕。 雲哥聽了,多謝一句叔叔指教, 就挽著臨雪來,一直走紫石街, 他直筆地走進王婆那家茶坊樹, 見到王婆坐在座椅樹搓麻線。 雲哥放下臨雪來,對著王婆走過禮,說:"契娘有禮了!" 哦,雲哥啊?你來這兒有什麼事? 想找大官人,賺回四五十個錢來養爹而已。 什麼大官人? 雲哥,你也知道,不是就是那個…… 就算是大官人也有個性命, 就是兩個字而已。 什麼兩個字啊? 雲哥,你別在那兒躺著我吧,我要和西門大官人說句話! 雲哥一頭說,一頭就要走進去裡邊。 王婆一手揉着她,说:"猴子,去哪儿?人家的屋子乱撞也行吗?你让我进房子找她吧。死猴子,我房子里有什么西门大官人啊?" 嘿嘿嘿,契娘,你不要毒食,毒食难肥的。 给我一口汁水,你猜我污水上什么都不知道?你个死猴子,你知道什么?知道。 鸡春那麽密都暴出仔,你猜你盖到陷就行吗?哼,如果我说出来,只怕卖烧饼那个大哥要发火。 王婆被她这两句东西刺穿了,生气得她死了,就渴她说:"死猴子,那么大胆跑来老娘家里放臭气啊?哼,我是猴子,你是老龟婆。 王婆不说那么多了,揍着陷哥,咳咳,咳咳,就出力作了她两下头壳。 哎呀,哎呀,哎呀,你干什么打我啊?你死猴子,你还叫人啊?你还叫人啊?我大巴巴死你。老龟婆,你有什么道理打我啊? 那个王婆都不理你那么多,一手插着陷哥,一手就出力作她头壳,一直打得出街,连果林雪梨都扔了出去。 那些雪梨四分五落,滚到整街都是。那个猴子打不过老乾婆,就一边骂一边哭,一边走一边在街上撿雪梨,指着王婆在茶房里,就骂她说:"老龟婆,你死啊,你死啊,你死啊,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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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看着来啊,你看我讲不讲给她听啊,我,我,我不去就不是人。 啊,玩着个男孩就去找武大郎了。 魂哥转了两条街,就见到武大郎帮着一袋烧饼走过来。 魂哥站着脚,等武大郎走到面前,就对着她左望右望地说:"哈,这陣子没见你,怎么整个光鲜了?" 武大郎放下了一袋烧饼,说:"我一直都是这样,有什么光鲜呢?" 欺负着脚,你,看着,你的头巾染得多漂亮。 胡说,二十四,是老头巾,什么时候又染了呢? 还说没有,染成绿色的,多残眼。 你这死猴子,你怎么这样来骂我? 我老婆,我老婆又没有勾佬,为什么说我带绿头巾呢? 是,你老婆没有勾佬,勾儿子。 武大郎一手捉着魂哥,说:"你,你,你,你还在说吗?" ,"吱! 伊尔 sign Sik Dix, will honestly捉着我道出,你又不会更萱着他道歉子? 上方向道女hiiiis,绝我告诉你。 …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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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…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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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…我就说呢! 咪你會喝酒的嗎?那就跟我來吧。 武大郎擔了一口東西,帶著運哥走到一間小酒店,放下一口東西,拿了幾個燒餅,又買了些熟肉,打了一壺酒,就請運哥吃了。 那個年輕人又說,酒就不用添了,切幾塊肉來給我添了。 好兄弟,你告訴我吧。 不用急,讓我吃完東西才告訴你,你不用生氣,我會幫你抓他們的。 武大郎看著那個年輕人吃完肉,喝完酒就說,你現在告訴我吧。 啊,運哥就說,你想知道嗎? 你用手來摸我頭殼的樓先,這處,這處。 咦?對了,你怎麼會搞到這麼大的樓呢? 我告訴你,我告訴你吧。 我今天拿著那些林雪來,想說去找西門大官人撈多一點油水呢? 啊,怎麼知道哪兒都找不到他。 在街上有個人告訴我,說他在王婆的茶坊署,勾了母大娘子,每天都在那裡出入。 我只要去賺他三五十個錢,我不是去吧。 啊,豈有此理,王婆那隻老豬那,不讓我進去。 還溫暖出力,鑿我的頭,趕了我出來。 那我就故意來找你。 先頭,我又說了兩句話來氣你。 不氣你,你又不會問我的。 啊! 咦! 咦? 真的有這樣事嗎? 看你,看你又來了,又來了! 我告訴你,正一是壞公的。 那兩個人,每天都在等你,一出門口,就趕到王婆的家裡,鬼魂,都不知道多風流快活。 你還在問,是否真的有這樣的事? 哎,兄弟,我不怕跟你说,我女人每天去皇婆家做衣服,回来就脸红红,我也是有点私疑的了,那说起来,就没错是了,我现在放下一袋,就回去逐家,你说好不好? 云哥就说了,你这么大个人都没来见识,皇婆那只老狗那厉害得飞起,你怎么够她逛的?他们三个人,一定有个暗号,见你去捉她,一早就把你老婆收起上来,那你去哪里找她? 西门庆那件事又好打得的,好像你那样,二十多个都不是她手脚,到时如果做不到她,还白白给她打餐,她又有钱有钱,反过来告你一早,那你还要吃官司,又没人替你做主,一定被她害死为止。 好兄弟,好兄弟,你说的都是对的,那我怎么才能出这一口气呢?你说? 哼,我被那只老狗那打了一餐,又就是没人替你出气了。 让我教步起来,你今天就晚点才好回家,回家就什么都不要发作,一点声气都不要漏出来,就好像平时那样就可以了。 那明天早上呢,你就做少点烧饼出来买,我会在行口吐吐的了,我一见到西门庆立了,就立刻来叫你,你就担着一口气,就在左边等我了。 到时我就进去捉那只老狗那先,那他肯定是打我的,我就扔个男孩出街,你一见到就冲进来了。 对了,我一头担着那个老狗,你就不要理那么多了,一尾撞进房子,大声喊了。 那你说,这条小子行不行? 嗯,如果是这样,那就难为了你了。 嗯,我这里有几罐钱,你拿去吃米,那明天早就来紫石街行口等我了。 云哥逗了几罐钱,还有几个烧饼,就走了。 武大郎找了钱,搭起搭东西,在街上卖了一轮,就回家。 回到去,就好像云哥那样说,也是好像平时一样,什么都没问,什么都没说。 他说,那个潘金连,以前只会骂我老公,一尾欺负他。 而近日来,因为也知道是对武大郎不住了,所以对武大郎的态度又好一点。 当晚,他见到武大郎回来,就说了。 大哥,喝杯酒咧。 嗯,不喝了,先头我和一帮朋友喝了几碗的了。 那潘金连就开桌,事后武大郎吃晚饭了。 当晚就没事了。 第一,吃完朝饭,武大郎只是做了三笼烧饼。 盘金连那份人,终之无日,一心只是想着西门兴,根本没理他做多还是做少。 你照早,武大郎担起一盘烧饼,出街做生意。 盘金连就巴不得他早点出去。 武大郎前脚出门,他后果就走过去王婆家,等西门兴。 现在说武大郎,他担着一盘烧饼,出到紫石街巷口。 迎面就见到云哥挽着个男子在那儿望望下。 武大郎就问他说:"怎样啊?" 云哥就说:"还是早点,你去卖一转烧饼才回来。 他九成就来了,你在这儿坐着等就对了。 武大郎就真是滚水六角,走去卖一转烧饼才回来。 云哥说:"你等着,看着我把男子一丢出来,你马上就冲进去了。 武大郎将担惹,寄存在相熟的人家之后,就在那儿等了。 。 武大郎,帅哥,帅哥啊!